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不懂做 接触的工作完全是新的 没有任何经验 自己就要耗费时间进去 第二 不懂用 互联网跟我们提供的很多的高效率的工具 我们不会使用 从而造成的效率低下 第三 不变通 对于工作中要使用的软件不懂精巧使用 死板 不懂还有更加快速的方法 OK 今天我就从做方案报告 PPT演讲方案 公司电商微商宣传方案 高效工作工具 以及分享一个新媒体运营 电商微商都需要掌握的高效工具包 等极大方便来探讨如何用搜索提高10倍的工作效率 第一 策划方案报告如何高效写出来呢 你是一家整理公司的新手策划 老板希望你提供一个关于中国整理行业的行业分析报告 这涉及到调查 分析 热点数据支持 权威数据 创意内容等四大部分 第一步 了解报告框架结构 搜模板 首先 这里的问题是 如果你从来没有整理过任何行业的分析报告 而老板又希望你尽快提供 这里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那就是通过搜索类似的方案模板 要搜索方案模板去哪里搜呢 这里可以使用BAT原作中的B法则和A法则 使用B法则的方法就是 直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 行业分析 报告方案模板 空格 减 广告 当然 这里我最推荐的是可以在百度文库和搜云盘中进行搜索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百度 搜索搜网盘 然后就可以看到搜云盘 进入搜云盘 输入行业分析报告 立马就可以看到 众多行业的分析报告的文档 我们可以下载 用来查看行业分析报告的模板 这样 我们就有了一个写行业分析报告的思路了 第二 找到类似的总结报告 在了解了报告的基本构成 以及初步创以后 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去把一个报告的框架给写出来了 第二步 了解核心用户的意见 那么我们就要搜调查 接下来 你需要一些核心用户群的数据调查 马上去线下发起一场调查 也不可能啊 也没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搜索市场调查 你可以找到问卷心 金数据 麦克 问卷网 腾讯问卷等 多个在线调查软件 然后你可以发起一场通过核心用户群的调查 很快就可以拿到数据了 第三步 掌握权威观点 搜数据 光有用户意见还不够 你需要一些权威的数据来充实报告 如何拿到行业的权威数据呢 那肯定是搜索出国家官方网站的数据了 根据BAT法则中的B法则 我们可以直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 国家权威行业数据发布 你可以看到 爱美网 还有中国报告大厅 等网站可以进行行业数据和分析报告的查询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来进行搜集 也不妨试试花钱的方式 那就是A法则 直接上淘宝 搜索行业研究报告 在这里会有人根据你的需求 把你想要的结果全部发给你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带搜和带找的服务嘛 第四步 再去判断数据是否有热度 搜热点 框架 意见和数据都有了 那你的报告还差什么呢 你需要判断一下行业是否还有热点 怎么判断这些数据和信息的搜索热度呢 那肯定就是靠搜索热度 指数等 这个方法我们已经在上一节课中的 大学志愿的部分 已经跟大家详细讲过了 具体的方法就是直接上百度指数进行搜索 通过指数搜索 我们可以给出更详细的图标形式的报告 以及搜索热度 OK 就算做到这四步 就算是菜鸟一枚 也能高效快速地写出工作报告了 通过本案例 实际上我们需要掌握的搜索技能就是 如何搜范本 如何搜在线调查 搜权威数据 搜热点数据 遇见类似的工作 完全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 绝对高效又高品质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去年8月份我收到一个任务 要在当年的11月份 举办中国的第一届 PET父母效能训练的年会 9月初就要给到主委会整个年会的策划方案 时间不到一个月 要策划一个全国性的年会 这并非容易的事情 需要考虑的事情非常的多 找场地 联系赞助商 会议核心的slogan 整个年会的流程 嘉宾邀请 以及年会的内容策划 因为对外售票是线下的会议 还要考虑让整个年会尽可能的吸引人 会让与会者有参与感 8月到11月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时间紧 任务重 紧紧确认场地就是一件极为耗时的事情 要综合考虑位置 环境 价格 等等因素 上网搜索信息后还要进行比较 但是时间紧迫怎么办呢 这时 关键问题是回到事情的核心 我要策划一场年会 于是我想起来 自己曾经在微软公司工作的时候 微软公司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微软全球技术大会 于是我就立刻摆渡 微软全球技术大会 很快我就找到 微软在当年的10月底的全球技术大会的全部信息 主slogan是什么 在哪里举办 日程安排 等等信息 顿时 对于整个中国区第一届 父母效能训练的年会策划 我就有了想法和行动指南了 接着我从网页上找到了微软全球技术继生态大会的会务及票务合作伙伴信息 通过搜索会议策划方信息 我发现这家公司就是我在微软工作期间微软线下活动的策划公司 这家公司有一位高管跟我私交特别好 很快他给我讲解了整个会议的策划方案 以及从会议开始前一天到会议结束精准到分钟的方案 最终 9月初整个中国第一届PET父母效能训练的年会策划方案出炉 从会议酒店、会议主题、嘉宾邀请到分会场内容确定全部的策划完成 9月初就正式对外发布消息了 以上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案例 实际上并非单一事件的方法 而是可以用在很多事情上的通用方法 比如公司年会活动、新闻发布会、产品发布会 只要是有其他公司做过 我们都可以直接拽过来进行参考和模仿 这样可以极大的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 第二PPT的演讲方案如何高效写出来 PPT几乎是每个公司员工都会接触到的重要文件 如何高效地做PPT文件呢 这节很有意思 大家千万别眨眼 第一技能收 第一步收模板 我们需要高效地完成PPT的方案 很多人习惯去收PPT模板 OK那就收吧 通常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PPT模板怎么收都收不到满意的 网上的资源太多 下载后发现又用不了 模板中的元素根本都是图片 不能够修载 下载风险 各种隐形插件 下载一个PPT模板 电脑都差点修课了 PPT课程没有时间学 勉强套用了PPT模板 领导说看不懂 不理解 让你重写 如果你有以上经历 本堂课对你来说相信会有帮助和启发的 首先啊 我们通过百度找到PPT模板的质量基本都不高 而且你用百度搜 你的同事 你的竞争对手 一样也会用百度搜 这样PPT的撞伤率会非常高 万一撞件了 岂不是很尴尬 首先我们来解决怎么找的问题 方法前面几堂课里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超级智慧搜索书中的BAT法则 我们先使用B法则 用搜索引擎进行搜索 但是需要我们用搜索语句来精准定位我们所要搜索的内容 在百度中输入 file type 冒号PPT 空额 专页PPT模板 你要觉得在百度中搜出来的网页中 再搜索很麻烦 那我就直接给大家推荐三个网站 反正百度搜出来的PPT模板的水平也不会比他们再高了 第一个网站 PPT大学 提供商务的PPT模板下载 创立者说资源都是经过大师把关力 第二个 是免费PPT模板网站和PPT学习网站 第三个 PPT界资深的网站 由普瑞网打造的眼界网 基本都是精品 是收费网站 既注重品质 又不想花时间搜免费的高效人士 一定要考虑哦 这里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一般来说 你所想要的那些PPT 是不会轻易流传到网上的 或者说 网上你能找到的免费资源 其实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 第二不搜框架 当你拿到PPT模板后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你需要找到可以借鉴的思考框架 很多人找PPT模板 他寄希望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当下 要做汇报和演示的这个主题的PPT模板 那我倒是建议你可以这样进行搜索 打开搜索引擎 输入快销品行业 PPT模板 空格 File Type 冒号 PPT 你看 这还是前面说过的逻辑和方法 要精准找到适合自己的PPT模板 就需要增加宽件词呀 如果你是一个不将就的职场人 使用B逻辑 搜索引擎搜索 可能会费时 费力 还对于一些关乎到你职场晋升的 关键的节点的PPT演示 你是一定要希望与众不同的 如果你也清楚 PPT的主题和框架 重点是完全不差钱的话 请直接跳转至BAT法则中的A法则 花钱办事 去这里3W.Presentation Loud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请用英文搜索你的主题PPT需求 此网站全部美元计价 而且不支持微信和支付宝支付 但这里我就有话要说了 作为一名将近有20年授课经验的 Office讲师 我忍不住要告诉大家一个误区 那就是千万不要把注意力 都放在寻找和使用PPT的模板上 专注自己真正的业务领域 才是核心 PowerPoint软件的核心目的 是为了提高我们 制作演示文稿的效率而产生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 做PPT的效率却非常的低下 而使用模板背后隐藏的 并不是提高工作效率 而是想偷懒 不如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制作PPT模板吧 把需要的logo和背景图片准备好 然后打开POPM的软件 单击视图菜单 选择幻灯片模板 在出现的模板视图中 在左边导航栏里 选择最上面最大的那个幻灯片 然后插入logo 和设置背景的图片 我们单击设置背景图片 选择图片和文领填充 然后再找到我们想要的背景图片 然后把下面小幻灯片中 表示标题版式的那一个模板 进行一些设计 例如更改一个背景等等 然后我们再单击 关闭模板视图命令 这样我们就设计好了一个自己的模板 接下来我们单击设计功能区 主题栏右边的下拉箭头 选择保存当前主题 直接保存在默认的位置 这样下次再想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 直接打开PowerPoint 然后从设计 主题 自定义模板中选择就好了 另外你写的专业的方案 还有分析报告 这样的word文档 其实是可以秒变PPT的 OK这个技术呢 实际上在我的word课堂里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再次展示给大家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篇写好的文档 或者报告 你可以在word的上方 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 右边的下拉箭头 选择其他命令 在下拉菜单中 选择不在功能区中的命令 然后再选中 发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单击中间的添加按钮 这样我们在word的上方 就可以添加了一个叫做 发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的功能了 用起来很简单 当你把你的写好的报告打开 直接单击这个按钮 迅速的你的word文档 就转化成PPT了 然后根据上一部 我们讲到的模板 你就可以快速的给你的PPT 应用你已经设计好的模板 你看是不是很酷 又很有效率呢 你瞧搜索 再加上熟悉软件 你才能够真正的提高工作效率 本课程其他高效工作软件也是如此 需要你自己去熟悉哦 解惑 究竟是PPT模板 还是图片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的各种发布会上 名人大咖门在大屏幕前侃侃而谈 后面的PPT滑立到乍眼 让很多人妄批心探 自愧不如 实际上大可不必对自己失望 首先那些让你觉得炫目的PPT 可能真正使用到 PowerPoint这个软件的功能 只有一个 那就是播放PPT 也就是说 他们是早就被专业的 平面设计师设计好的图片 然后呢 再把图片插入到PPT中 最终再进行演示 所以跟PPT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此时 如果你明确你的需求 是要找一张能够表达 你所要传递信息的图片的话 那么你需要果断地去做图片搜索 而不是继续搜索PPT模板了 这就是超级智慧搜索书中 最关键的 通过问题来界定需求 当然 图片搜索是一个技术活 用前面给大家说到的搜索方法和技巧 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与众不同的图片 那么如何找到合适的图片呢 这里跟四件事情有关 第一 相关的人 第二 相关的事 第三 相关的物 第四 其他相关的 以财务数据为例 我们可以考虑与其相关的人 比如会计 也可以考虑他所代表的活动 比如统计 财务报表 或者是相关的物品 比如计算器 算盘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常用的图片垂直搜索网 pixbay.com 这个网站上的图片 能够任意的使用 不会侵权 图片的质量也很高 搜索时 可以在下拉菜单里选择 你想要的种类 还有尺寸等等 本人从来不在百度中 进行图片搜索 不仅图片质量低 版权不清晰 而且很容易撞山啊 比如公司要做一个 关于节能主题的PPT演讲 结果你可能会发现 很多人撞图 原因是 大部分的搜索 都只会用百度 就更别提搜索语句 和找到垂直信息的搜索网站了 这是pixbay中 以节能为关键字的搜索 这是百度图片中搜到的 对比百度图片 和垂直搜索网站中 同样的关键字 搜出来的图片 一目了然吧 第三 公司 电商微商 省钱快速的宣传 如何完成呢 任何的产品 形象 都是需要宣传的 无论是公司产品 还是电商 微商产品 如何做到省钱 又快又好的宣传方案呢 如果这个宣传的推广 是动态的 还要有背景音乐的怎么办呢 搜索 我们不是去搜索别人的方案 我们是来搜索 满足这些要求的软件 其实啊 这里最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H5了 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 常见的H5形式的动态页面 不仅有动画方言的效果 更可以配上背景音乐 H5形式的编辑工具 去哪里找呢 搜索 没错 我们可以搜到很多的H5工具 我推荐的有 一起秀 繁科互动 提高工作效率的两大神器 整天忙得团团转 工作效率不高 那很可能是你的方式方法 思维习惯出现的问题 想要提高工作效率 就得用起效率神器啊 搜索过程我就省略了 直接从两方面来为大家提供 好用的工具吧 但这并不代表搜索思路不重要 从理论上来说 大家学习搜索 讲到这节课之后 应该很多的效率工具 是可以自己通过我 交给大家的搜索逻辑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不过也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这边我给大家推荐几个 我常用的效率工具 首先 个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 叫做桌面日历 这款工具很小巧 易上手 可以记录下每天 你最重要的几件事 做完之后滑掉 坚持一个月下来 你会发现 自己的个人日历上 都是被滑掉的任务 光是看起来 都是满满的成就感啊 多说一句 Mac上是没有这款软件的 不过建议用Mac的同学 可以善用他自带的 提醒事项这个功能 效果和桌面日历是一样的哦 第二 团队协同作战 石墨文档 如果你们需要团队协作 还有一款叫做石墨文档的 在线工具 可以多人同时上线 编辑同一个文档 不需要下载 直接在线上就可以使用 非常适合团队 开会 或者多人的项目管理 当然 很多时候 一个人 就是一支团队 如果是个人文件 同步工具 我建议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坚果云 这款软件 它可以做到随时 随地 同步任何文档信息 比如 一个word文档 被改来改去 在电脑 手机 平板上 传来传去 非常的麻烦 这个时候 我们都可以放在坚果云上进行 每修改一个地方 其他终端 都可以同步变动 还可以找到历史修改记录 接下来 个人时间管理 爱今天 和to do list 说起效率工具 时间 肯定是效率的核心 如果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 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要有更自律的生活 这边 我给大家推荐 两款时间管理工具 第一个叫 爱今天 第二个叫 to do list 不过呢 我个人对时间管理 有着不同的想法 这里分享给大家 仅供参考 我认为 时间管理的根本目的 不是让大家把自己 一天的过程 写一张Excel表 而是通过时间管理 把事情 更快 更好地做完 然后可以开心地去玩了 最后 新媒体运营 电商微商的 高效工具包 为了省去大家的时间 本小杰就直接提供高效率工具包了 至于怎么搜 我相信 只要熟练地掌握BAT法则 任何工具都不在话下 OK 我们知道 新媒体运营 电商 微商都需要比较全方位的高效运营 公寓扇骑士 必先利器器 我们把常用的高效工具搜索出来 形成一个工具包 推荐给大家 微信订阅号文章编辑器 135编辑器 微小宝 二维码生成神器 草料二维码 联图网 微微二维码 短链接生成神器 百度短码 网址缩短 新浪微博 图片处理神器 创客贴 天天向商 图片素材搜索 花瓣网 和战库网 视频高效工具 视频剪辑工具 有PR、AE、绘声绘影 爱剪辑和快剪辑 视频制作工具有 Spark、VoE、小影 等等 还有语音转文字高效工具 录音宝、SOGO听写 讯飞语记 屏幕录像工具 Screenfloor 还有Snagit 表情包设计工具 爱豆网 豆饼软件网 花熊APP 好了 总结一下 今天这场课程 我们讲到了 职场高效搜索的核心 清晰问题背后的需求 提问前 先做一些思考 或者专研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所在的环境 都表达清楚 提炼关键词 用核心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第二 直接把问题拿出来搜 有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找到 很好的结果 而且在搜索出来的结果中 进行再搜索 也是很费时费力的 所以 在提问之前 先要考虑好 自己的需求点 到底在哪里 也许你的真实需求 跟你所要问的问题 风马牛不相及 对于此 我也是有深刻体会的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微软的 资深Office培训师 20年里 我给上千家企业 讲授了无数场的 Excel课程 我经常有学员 拿着电脑过来 问我Excel问题 例如 张老师 为什么我在使用 Excel数据透视法的 过程中间 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要怎样 才能够更便捷 等等 我发现 很多时候 学员认为 他的问题 是一个软件 或者某个功能 他用不好 而来求助 或者是某个函数 用不好 但是 绝大多数情况 并非软件 和函数的使用问题 而是解决问题的 思路的问题 我会问他们 需要用这些功能 去完成什么工作 当他们真正的去描述 自己需求的时候 我就能够找到 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 提问之前 也要思考一下 我们的问题本身 有没有问题 那么再举个例子吧 如何能够在北京买房 这是一个特别宽泛的问题 算是一个无效问题吧 就算去搜索 也搜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但是 如果搜 大学刚毕业 没房没车 如何三年内 在北京买房 这就相对清晰很多 但是 也不一定能够 找到你要的结果 那如果补充一些详细信息 例如 211大学应届生 一年可以工作300天 每天8小时 工科学士 数理化基础都不差 而且沟通能力不错 综上 组成了一个 相对完整的问题 本人重点大学毕业 数理化基础都不差 而且沟通能力不错 一年可以努力工作300天 每天工作8小时 我如何在三年内 赚到300万 OK 针对这个具体的问题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方案 比如 办个小小补习班 带10到12个孩子 那么年收入就是 2400小时 乘以10到12人 每人60元 一小时 那么这个收入 就已经大于100万 基本上就实现了 三年挣300万的愿望 实际上 有专业强项的人 给培训机构上课 可能半年就实现了 通过上面的例子 不难看出 认清楚问题背后的需求 提炼核心的关键词 和补充条件 是非常重要的 那好 本节课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下节课